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空降直播间被喊二郎 新发型像瓜娃子 近照眼睛却小了 众所周知 王一博是中国平安的代言人 在12月3号下午的时候 他属于空降直播间 和现场的粉丝们一起互动 这几天网络上全都是关于王一博的新闻 尤其是他主演的凤起洛阳 正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他所饰演的白李鸿逸是一个特别直接的男生 是一个不懂感情的男生 并且这一次在刚刚开播就现上了自己的荧幕初婚 粉丝们都在感慨 王一博终于长大了 反倒是眼见的不求人发现了 告诉王一博 在左边 在左边 于是王一博就往左边看 结果还是没有发现对手 这下子不求人更着急了 先进房子 他在石头偏左边的位置 王一博再去找石头 还是没有发现对手 找不到对手 而自己的位置已经被暴露 没有办法王一博只能开启自己的秦王绕住走模式 绕着房子各种寻找对手 终于发现了对手 结果对枪的时候 王一博没有开镜被对手给击杀 这下次很野遗憾 气得王一博差点扔掉手机 这一局遗憾没有吃鸡后 下一局更惨 王一博和不求人重新开了一局 两个人搜完物资 来到了一个房子面前 发现里面有人 于是王一博开镜对枪 结果被对手给击倒 看到自己的大哥到底不求人赶忙扔雷扔烟雾弹扔火限制对手 正在王一博回去拿暖宝宝的时候被对手给打了竖枪 好在自己有三级套装没有被击杀看到此情此景的不求人可着急了 有人打 赶紧去房子里 于是王一博躲到了房子后面打药 虽然血量打起来了 但是并没有发现对手 当然了对于无名官宣第一张造型图不少粉丝也是激动到血压有些升高了 不过大家还是要冷静 等电影上映以后就可以看王一博与影帝标系了 大家是更期待王一还是影帝梁朝伟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